人和神的关系真正的诞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 是在一个人的大脑急速扩张的时候 我们开始做梦了 做梦是人类元宇宙的0.1版 那是一个真正的α版 因为在梦中我们所产生的一切的幻想 既有跟神的认知 也有跟对自然的认知 还有人和人之间的认知 在梦中我们所能实现的种种感觉 都是真实的 对你来讲在梦中的人都是真实的 现在有不少学者示警 所以我们主持人都很注意导向 我最近看了一些 好像有一个叫何哲先生的文章 他指出几点 就是说元宇宙不是梦宇宙 要警惕元宇宙变成梦宇宙 就是完全是这个做梦了 甚至于我觉得 他从今天玩游戏的那个上瘾 我已经能感觉到 就是说他会有可能像一个黑洞 把周围所有的一切会不会吸进去 甚至是真实物理世界的 你比如说你现在都到了说是什么区块链 假如在里边做买卖了 交易了 等等 现在有些人说 我这个每天在微信的时间不能太长了 比如说我弃绝朋友圈什么的 但这个是你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自省 可是呢 就是我觉得势不可挡的 我们现在开会 已经开始吸 已经微信就是开会了 我已经不跟人开 不 我已经都跟畜生开会 是吧 我就是开会已经完全没有这样开会了 就是微信连接 道老师 那么您先说 您先说 您说 就是我还是要插一些 我这段讲完啊 就是元宇宙和梦宇宙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人类科技的进步 恰恰是因为独立思考的结果 独立思考的结果 你说的梦宇宙是指 人在清醒的状态下 被一个特定的程序 不管是游戏 或者是社交 我们沉迷和陷进去了 这是你清醒条件下 做的一个被动选择 我说的梦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梦是生物体内发展出了中枢神经系统 且生为成了大脑之后的 特有的一种感知 这个感知目前来看 是人类能够独立去 应该说认知自然边界 扩展自然边界的 一种非常宝贵的意识活动 做梦 他昨天还跟我讲的 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做梦是好的 很多灵感都是梦里边出现的 不然我们时间这么短 不能让你一天花这么多时间去做梦 生物不会演化出这种笨蛋的机制 梦会让你产生非常多的记忆连接 还会吸对你进行洗脑 这个洗脑的过程是让你避免 比如说不会进入到一个老年痴呆 更进入早老年痴呆的一个状态等等 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重大的科学的突破 一些很好的发明的一些idea 都其实是在半醒间 我们称之为爱迪生时刻所产生的 我不知道警方是不是会在那个时候 写东西特别好 我在半月的时候想到很多的事情 从头有笔的立马就可以记下来 因为第二天醒了也许就忘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我们要把人类的很多本有的一些梦 用科技的方式变成那个某种真 这是你科幻的事 所以那个梦宇宙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人都已经失去了独立意识的状态下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 我就沉浸在里面 就是会失去了自己的这种独立意识 要那样的一个梦宇宙 就像鸦片宇宙一样就比较可怕 就所谓精神毒品 对 但如果说我们每个人还是像今天一样 我们大家都是独立思考者 我们只是找了一个更近的空间 让我们相互交流 这个相互交流沟通的效率和速度都大大的爆棚 然后这种情况下 其实对人类是有进步的 其实警方讲这段呢 我们用非孝通对美的理解 这四句是非常合适的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他讨论的不是低层次的 仅仅是信息的对称 是到高尾处的一种灵魂上的交流 让悲喜相通 那天我看见这篇文章 他还提到一件事 就是这个就得请教您了 是不是这么回事 他觉得就说 元宇宙不是人类文明的终极方向 我们不要走到岔路上去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人类的进步 人类这个文明 总是对自然最知识的不断的上升 但是他提出一件事 我真不懂 他说元宇宙的 他给我们的知识提升 只是提升了一点点 因为 比如说 在元宇宙里制个骰子 有人说叫头子 头子 就制头子 就制头子 说你在元宇宙里制这个头子 它是算法确定的 但是你在真实物理空间里 制的这个骰子 头子 那是一个真的概率 是真随机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 并没有在元宇宙里得到真正的知识的增长 所以甚至他还提到 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叫数字乱生 就你还是 你光在这个里边 这里边都是算法定的 但是人类对自然和知识的探索 恰在于不可确定性 什么概率 对吧 我们从中有新的发现 您说他说的靠谱吗 我刚才就 咱们这么聊上十分钟之后 我就突然觉得我们需要身为 身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关于元宇宙是什么 能干嘛 怎么弄 这个是永远可以聊下去的 嗯 但是同时需要另外一个视角 来审视我们怎么聊的 就我们过去的物理世界里 我们都是第一视角 对 我嘛 就是主语是我嘛 就一定是我 就我看世界 我感受世界 我听到什么 我亲历什么 第一视角 第三视角是他 那个他呢 是鲁宾逊和星期五的关系 那是一个可能威胁到我生存 也可能敌人 也可能朋友的关系 现在缺的是第二视角 你 那我们这个你呢 很可能变成我和他 这个你呢 并不真实存在 但是在元宇宙这个空间里面呢 可以说呢 给每个人都提供 你我他 三个视角 要注意他一定是基于一身 为什么我们说 你有你的化身 替身 这个很重要 这个化身替身 不是一个账号 不是你奴役这个账号 而是账号有自我独立人格 他怎么可能 他有自我意识吗 他有脱离于你的自我意识 我简单说 简单说 现在是可以的啊 就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 就是今天晚上 你要背明天的稿 您不用背 您就把需求告诉您的算法 他今天晚上他不休息 他晚上看一百万篇文章 他出来跟你写的比例好 你第二天你就坐着小茶壶 这个句子不妥啊 然后你孩子你还得学一学 他马上再学俩小时 马上就妥了 你不用再那样去做了 他能代替我主持吗 把以前所有的圆桌派给他看了 然后就明天就他来了 我家躺着 对啊 你躺着 他替你挣钱啊 他不是 他能完成这样的交流吗 可以 就是可以的 所以我说 你说这个 我说这个 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啊 就是卵生 卵生 卵生就是 就是什么呢 命运攸关嘛 就是他有承认 首先承认一个物理世界 同时存在一个数字世界 可是我们过去往往误以为 这个数字世界是物理世界的克隆版 只是他这个照相 照片 不是 就是物理世界依然在运动 那么这个数字世界呢 也在活动 这里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主体 出现了分化 就是我说 原来物理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主体性 这是笛卡尔说的 主课两分嘛 我们都有主体性 我们都能确认自己是谁 我私 鼓我在 对 你都能确认你的存在 那么在物理世界确认存在 在虚拟世界里面怎么确认存在呢 现在我们是靠账号 你有八个账号 OK了 将来不是 将来比账号要更高级 这个叫命 就是你有八条数字生命 这个数字生命呢 是鲜活的生命 他会谈恋爱 他有情感 对吧 他会交友 他会做生意 他谈恋爱你知道吗 你知道啊 是你知道啊 你当然知道 他也会骗你 你知道吗 他也会骗你 你的机器人会骗你 那他过的什么瘾呢 对啊 很奇怪 所以你好奇吧 他享受吗 他享受 这就是 他享受还是我享受 对啊 这就是紫飞鱼的问题了 哎呦我觉得这个 就是昨天 前两天有一个新闻 是说那个万科 今年把一个最佳员工 颁给了他们一个虚拟员工 那个虚拟员工 就是训练出来的一个 这个AI吧 然后是让他们 那个虚拟员工 是个大美女 在他们整个集团里面 去催缴各种各样的单据账款 然后发现比原来的 任何真实员工 催缴的都成功 然后那个催缴的成功率 到91% 原来在那个内部账目 搞不清楚的 让这个大美女去工作就行 这个虚拟员工工作了10个月 然后凭上了他们集团最佳员工 然后主持人也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主持人 他学了你所有之前的那些 那说话呀等等 他可以在长相上面 说话方式 语气 语音语调 都和你很像 但是他可能确实 就不一定说 真的能够说出 有多么睿智的 这些自己的观点呀 或者是那个 有说出有多么深刻的思想 或者是跟嘉宾有非常这个灵魂交流 但是呢 他可以去模仿你自己的这些 对谈的方式 我感觉你降低了我劳动的价值 而且刚才段老师这意思 他也说 你是可以给这个大美女推销员 发奖 但是他讲的可不仅是这个 他讲的是 你要不给他发奖 或者说你给他发了奖 但是光发奖不加工资 他会不高兴 我不信 你信吗 这个对生物学家是一打击啊 这个我觉得有点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都会去设想一个完美的方案 但实际上就拿你刚才说的那个骰子 或者你叫头子吧 今天的算法是写不出真随机的 对吧 所有的算法写不出真随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像扔骰子这一个混沌事件 或者叫混沌事件 发音标准一点 这个东西如果不能做的话 其实原有做的底层的代码是写的 要知道真实的物理世界里 它的规律从低性原理推动之后 它就不变了 所以我们才有了所谓的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出狗 我不管你是谁 你追寻的物理定律和我是一样的 你跟我一样都是一条命 那么今天不管是谁的元宇宙 它总要有人携带吗 总要有人携带吗 即使去中心化的 还是要有人携带吗 将来可能机器携带吗 一样的 那也是谁的机器 还是有所有权 也就是说如果大股东决定了 实控人决定了 代码怎么写 这就是黑镜子第五部第二集 上帝视角直接给你改了 这个我自己感觉 实际的发生可能就是这样的 它会是很多个小宇宙往前走 有的小宇宙是我们物理世界的数字孪生 有的小宇宙是一个篡改的一个新宇宙 就是你像我们自己 现在因为是在做教育 我们就有给孩子在虚拟引擎里面 搭那种小的实验 比如说一个抛物线实验 让这孩子扔抛物线 扔好多次去研究那个角度和距离的关系 那这个呢 我们在虚拟引擎里面用的是 它是一个真实的物理 就是用的物理参数和真实的那物理公式 去弄的那抛物线 以至于让它的那个角度的力度 就是扔的这个力度啊等等 它那个抛物线是会和真实的 你扔一个球 那个线是一样的 但如果说有另外的一个宇宙 它弄个新公式 这个你扔出去的那个球 就不知道扔到哪去了 那这个最后的怎么解决呢 其实是不同宇宙它目的不一样 不过警方那个宇宙改为程序 你觉得这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 所以说这个程序和宇宙 这两个词 其实对program的理解到底是什么 真实的可以去完美的 去乱生一个物理世界的原宇宙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们今天连我们都 什么是真实的一个宇宙 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杯子 你说有多少个参列数和向量 能把这个杯子彻底说清楚 很难定义出来 所以我们写的所有的代码 所有的程序 无外乎还是基于我们本我的这五感 加一点点就到六通 这个范围内去理解 此外你看不见 段老师您觉得在哲学的意义上 真实的物理世界 它的底层逻辑也是数字吗 以我这个哲学业余哲学爱好之类的感觉 讨论真实的宇宙 这个说法已经过失一百年之久了 怎么说 就是一百年前的古典哲学家 康德黑格尔以前 他们讨论确定性 他们思考的是确定性 就我一定要凿式的 完美的确切的知道世界的答案本源是什么 康德黑格尔以后已经不谈这个了 为什么呢 结论很显然没戏 所以我同意刚才尹老师说的这个情况 人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 hold不住 就是我们根本没戏哪看到所谓真实版的东西 你说那数学定理算不算呢 勉强 我只能说勉强 为什么呢 因为数学定理也受我们的这个真实性幻象的局限 举个例子来说 在欧基里德几何里面 点面线体是非常光滑的 所以给我们造成一个错觉 我们以为理想世界 或者说真实世界 或者说规律 就应该是光滑的 其实过去50年来的数学 根本不这么看 世界是戈里格大的 这才是对的 世界的本质就是戈里格大 不是连续光滑的 对了 其实有一个很伟大的 很遗憾没得诺奖的 叫惠勒 他弟子是得诺奖的 他的老师也很牛 是这个波尔 那么他干嘛呢 他提的一个口号 叫万物源于比特 量子比特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认为世界连续光滑是一种幻象 是一种心理脑补的结果 其实世界是 第一是戈里格大的 不平衡的 而且是什么呢 不连续的 是一份一份 一份一份的 这个很神奇 这个很神奇 我觉得再补充一句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警惕 我们今天的认知结构 是被驯化的结果 被驯化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驯化了物种 然后进入农业社会 殊不知我们被大米小米驯化了 所以就像我说呢 您出去遛狗 你以为您遛狗呢 狗也在遛你 这一定是 这一定是一个平行存在的 狗在遛你 我们已经被这个 我们所吃的饮食结构啊 遛了一万年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认知结构呢 可以归纳成一句话 叫定数崇拜 因为定居农业是需要定数的 固定数字 固定 观天象查试时 他要看老天爷 啥不上饭吃 所以他要预测天象 预测水文 预测灾难 您的意思叫万物有定数 万物有定数是人的幻象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今天看待元宇宙啊 首先要破这个心魔 就是不要屁股坐在 农业驯化物种的基础上 来想象元宇宙 感觉我是作为农民 提出这个问题的 农民也是对的 因为元宇宙 其实带来的是反祖现象 所谓反祖不是反农民啊 是反到农民之前 因为刚才我说 我们农民之前 什么靠喊 对不对 喊是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必须在场 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这也是个哲学术语 叫亲在 就是您亲自 我们叫您亲自上厕所啊 哎呦 亲自对不对 你会发现 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呢 很多东西 您不需要亲自做了 对 特别工业社会之后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就告诉我们呢 我们是不需要亲自种粮食的 对不对 那我们也不需要 亲自织布仿杀 所以这是分工带来的好处 逐渐逐渐 你会发现 你需要亲自做 为了生存 需要亲自做的事情 会越来越少 好了 袁宇宙给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可能 出让哪些东西 不再亲自做了 你这厕所 还是得亲自去啊 你我们需要 华山去了 你要这个的是我呀 你这 所以需要亲自的事情不多 所以比特是原子 吃饭你要亲自做 假如人不是要充电的话 只有三件事 就是实色性嘛 对 所以你只有三件事情 你要还是要亲自做 实色 就是你 它让你能感受到 那个快感实力的 就连到 连到什么脑机接口 能够连到 对 这是个很要命的问题啊 这就是 其实我说 那个中山大学的 翟老师就提啊 他最反对的 就是未来的演化里边 要对脑机接口 要 要 要 有个翟八条 翟八条 你否则的话呢 这件事情就乱 他反对脑机接口 就是 我在这里面 稍微的 继续回应一下 刚才说 那个现代的物理学 对这个世界的观感 因为其实 刚才 您刚才也提到说 我们这世界 到底本质上 底层 是不是这个数学的 对 因为在我们 学量子力学的时候 第一条就是知道说 哦 世界是波 本质是波函数 它本质不是原子 不是光子 不是那些 那些都已经是表象了 它本质是个函数 然后当时大家就得花很多的力气 就想这世界的本质是个函数 这是啥玩意儿 就这世界的实在性 其实是被消解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宇宙 我们所谓的物理宇宙 它已经是第一层原宇宙了 就是最本质最本质的宇宙 是函数 是数学的 或者甚至说是我们还想象不到的 一个信息的宇宙 那我们已经生活在 我们自己五官给自己制造出来的 这个物理宇宙 它就是我们感官世界的一个原宇宙了 那么我们今天在造的第二个第三层宇宙 原宇宙 它就是第二层第三层派生出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谓人类的认知的进化 其实是透过表象看本质 是我们那个真实的本质的数学宇宙 是我们 我们实在是感知不了 我们只能靠我们的各种探测器五官 我们探测出这样的一个桌子 椅子的表象 然后去猜那个底下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觉得就是原宇宙这个事情 它是这个第二层第三层的这个派生 其实我们对于它的不用那么的妖魔化 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原宇宙里面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是宇宙和人生的真相嘛 那还有人呢 您刚才讲一个这个诺贝尔奖 我这也可以讲一个 我也带本书 你看这个 这位是拒绝领诺贝尔奖 特斯拉 但是他这个有六七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向他写感谢信 就是所谓交流店之父 其实这个人呢 我觉得也有点神的 就是他也是个 我认为有点特异功能 他青少年的时候啊 受到这个 照咱们今天话讲是幻视 就他眼睛啊 都看见图像 他就是说 这是他折磨的青少年 他就是抓那个都不动 他认为他自己是 极为兴奋的状态下 大脑对视网膜产生的反射作用 以至于他发明很多东西 涡轮机啊 他说我觉得那些啊 把这个没不成熟的想法 付诸实践做实验的 纯粹浪费金钱浪费精力 他说我的脑子全能看见 根据实验数据 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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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运转到完全成熟 按照这个造 他说二十年来没有出过一次错 就这么一个神人啊 当然有人觉得他有病 但是你看他说 一百年前 他说假如我的推论没有错 那么将人们想象到的任何事物 通过影像投射到屏幕上 让人观看 是有可能做到的 这将会彻底改变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坚信这一设想 有朝一日 必将变为现实 这就是他自己认为 他是个肉鸡 就像我认为 饮业也是个肉鸡一样 就是说他认为 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 对外界形象 做出机械反应的 是的 以至于就是说 因为他琢磨他这病 他后来他发现呢 他产生的所有影像 都是接受了外界刺激之后 他本能发生的影像 最后他怎么治他这病呢 他就说啊 我要摆脱这个东西 我就用试试用别的影像 我脑子里幻想别的影像 来赶走他 结果慢慢还真做到了 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晰 于是呢 我开始远足 他就说 当然指的是思维的远足 就这个人的特点是 他想什么就看见了 你知道吧 然后他说一到夜里 有时候是白天 独处一世 我就这个云游天下 到各个地区 城市和国家游览 在那居住和交朋节友 尽管这像天方夜谭 然而是真实情况 那些朋友对我和蔼可亲 跟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别无两样 栩栩如生 宛如在真实世界一般 这在当时这把疯子吗 这个正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过去一百多年来 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感官的腐蚀 毒害 多么的灾难深重 所以我想说呢 元宇宙呢 我过去几年来思考这个问题 包括虚拟现实 我觉得呢 一个中心概念就是 六根重塑 就是我们说过去呢 讲掩耳鼻声舌意 这是我们 我们作为一个主体的人 接受外部世界 你看我们说话就是这样的 巴拉巴拉 我作为主体 我们一开口就是自我中心主义 甚至你没开口 那个做派 你的脑子活动的那个轨迹 就是自我中心主义 我们变成地球的主宰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生产繁衍 扩大增长 你死我活 工业时代更胜 资本主义工业时代更胜 那这种情况 对我们每个人的固化 塑化的作用呢 其实把我们压到了一个低位的世界 所以你看呢 我们说人类社会 我们再用三个字来概括 第一 吼 第二 血 第三 什么 感 感觉 感知 感 他就超越了血 血什么血啊 感 他变成图像思维 我觉得您说这个 就引出了这个尹老师啊 他不管说什么难解的问题 最后都是说 关键是意识是什么 意识是怎么产生的 对吧 尹老师惯常说的话是 这事搞不清楚 说什么都不下了 你搞清楚了吗 这搞不清楚 而且不需要高仙桌 就如我之前所说的 这个宇宙真正了不起的事情是 它居然是可以被理解的 对 当普朗克说出来了 世界是量子的 是不连续的时候 但是数学告诉我们 数学上是可以连续的 只是在真实世界才不可连续 换言之 不确定 就是这个宇宙的确定 这就是真相 这就是真实宇宙 所以我知道了一个概率的答案 我用了一组很复杂的方程 我能描述它 对 那也是对的 我可以让它收敛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我说这段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是在于 这个多老师你要明白 如果以人去做万物的尺度 则必然就没有绝对真理 我们讨论的真理 都是有限真理或有效真理 这曾经有一个笑话 生活大爆炸里说的是 他家的鸡都不下蛋了 要人对物理学家去解释 这个物理学家给他说 我研究出来了 假定你的鸡舍是一个真空 假如你的鸡是一个球形 你明白吗 我们会把太多的问题 抽象成了一个 我们今天可以去 试图理解的东西 然后往现实双方去怼 我们VR很明显是失败了 VR很明显是失败了 所以人类真正去拓展了 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在刚才讲的 掩耳鼻舌身影 对着色声相为触法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最后那个 义和法 这个东西是 我们说要 你说的要往底层去看 我们要去真正把它抽象成 一个高位的东西 虽然它是一个基础 但是要认识它 要极其高位的思考 尹老师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如将来 您有一个化身 他是一个虚拟人 他生活在一个程序员 编写出来的一个宇宙 然后假如说他有意识 那他的对于 就是知识的这个产生 他的一些知识是什么呢 他会想方设法 去了解那个程序员 编的那个程序是什么 他在他的那个生活的宇宙里面 去猜出来 那个程序员的程序是什么 这不是爱因斯坦干的事吗 对这就是他如果在一个元宇宙里面 怎么去增加知识 那我们其实干的是类似的 只不过我们是说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 去猜那个自然的一个底层 所以这是 对我为什么会在意真的宇宙呢 是因为人类真正拓展了 客观世界的认知 是因为工具 是因为工具 你觉得元宇宙 说到根上还是个工具 元宇宙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工具 你觉得它不是未来的世界 所以它一定受当下人类的智能所限制 如果当下的人类智能是有缺陷的 则元宇宙必有缺陷 且智能更多不会更少 我觉得你这个生物学家应该备受打击 就是说这个事 人类过去这么多年生命 全是靠着这个基因复制变异 然后自然环境选择 一个改变可能要积累好多年 现在要是一旦数字乱生了 它一旦在数字 就人数字化了以后 它这个被环境选择 或者说它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呢 它被什么环境所物竞添责呢 其实就是信息 对不对 因为发现一不合适就改了 其实还不是道理 就是其实在我来看 元宇宙只是一个新的技术的代名词 它并不代表一种 比以前的技术有多了不起的地方 我之所以这么讲的是 我们刚才都是假如 问题是你怎么达到假如 这相当于我假如发明了 十分之一光速的飞船 我也能穿进星际了 问题是我做不出来 所以你不能用一个 已经存在的事情 倒推今天会怎么样 在段老师这意思 感觉都做得出来 我不是这个意义上做得出来 而是说放弃 放弃做出来 放弃 人类很多东西将来是会退让给机器 让机器来替我们做 将来机器是巨大的劳动力市场 是他们 工厂里是他们 现在已经实现了 知道吧 这个在几年内就会实现 或者说激进一点 五年内 或者保守一点 也十年内看得到 我们这代人看得到 机器为我们种地 为我们挖矿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们要学会出让 出让的意思就是说 人要回归精神生活 其实精神生活才是我们的本案 但是精神生活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放弃执念